这一节新闻一开始 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画面 这在新北市的土城区凌晨时分 成林桥下提报的一辆机车突然起火了 警消赶到现场之后立刻涉水灌旧 还好这个火势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 但是呢由于远警战时还没有联系上车主 而且起火的时候机车其实也不在现场 警方现在先在现场拉起了封锁线 同时拍照彩阵 战时不排除是自燃或是遭人纵火 确切的原因还有待调查 在桃园市的杨梅清洁中队 有一名28岁的郑姓队员 他日前呢跟朋友还有同事一行八个人 到了复兴区的野兮温泉去玩 但是呢这名郑姓男子疑似在玩水的时候 遭到了野兮的漩涡卷入 虽然当下呢他有立刻高升喊救命 朋友也是立刻把他拉上岸边紧急做了CPR 但是消防人员抵达现场的时候 就发现到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 由于这个地方呢非常的偏远 而且距离台七线的路面有非常大的距离 最后消防队员呢 费了相当大的力气把他送医 但还是宣告不治 还要来看到这是发生在28号的晚间 在云林的西罗镇路边杂草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是起火了 而且还一路延烧到旁边的废弃铁瓶工厂 还好没有任何人员受困 但是呢火势非常的猛烈 就连远在几公里之外都可以看得到火光 而另外呢在苗栗的文山里 有一栋四层楼的透天错顶楼夹盖 也发生了火警 屋内有四个人一度受困 幸亏及时逃了出来保住一命 暗夜中整条马路边熊熊大火烧个不停 就连路数也着火 消防人员手握水线不停洒水灌酒 火势相当猛烈 燃烧到路旁铁皮屋 还有小狗受困狗笼中 消防人员赶紧将笼子打开 将狗救出 事发云林西罗镇新兴路 周三傍晚传出火警 原本只是路旁杂草起火 后来火势越演越烈 燃烧到路旁铁皮屋 消防人员派出11辆消防车 半小时内将火势控制 现场是废墟的工厂 它堆制了很多保利笼 它一些废弃物 火势的部分来讲的话 没有波及到平静的建筑物 无独有偶苗栗傍晚也传出火警 丁楼铁皮屋窜出大量火蛇 熊熊烈火伴随浓烟不停燃烧 还不时传出爆炸声响 小鸟 小鸟 屋主逃出后在下方焦急呼救 这起火警发生在苗栗市闻山里 一栋四层楼透天措 顶楼的夹盖铁皮屋冒出火蛇 消防人员半小时内控制火势 火灾发生当下 还有四人待在屋内 索性最后都及时逃出 一个晚上两起注容之灾 索性都没有酿成人员伤亡 详细的起火原因 还有待火调人员后续调查理清 记者廖文宾棚之名城市店 范雅乔综合报道 继续再来提醒各位 现在诈骗事件真的好多 新北市永和有民众查看信箱的时候 发现到说被投递了超商礼券 其实这就是最新形态的 假7-11的实体礼券的诈骗 声称你只要扫描这个画面当中的QR Code 并且加入官方好友 就可以领取价值2000块钱的礼券 但是不论是QR Code还是LINE 全部都是假的 只要你一扫码之后 个资可能就会被窃取 超商也诚心说 这个部分并不是7-11的主办活动 请消费者切勿受骗上当 接下来还要来看到 这是有湘明日前到兰宇去玩的时候 在某间的路边摊 买了一份炒面面包 结果发现这个价格150跟台北一样 而且口味也不佳 让他发文抱怨难吃死了 好 不过这一回老板看到之后 霸气免费嗖 而且还欢迎大家来批判 不过说到了吃东西 还要告诉大家 这是知名的小火锅店 三妈臭臭锅 已经宣布10月1号开始 要再调涨20块钱 好 现在最贵的一份小火锅 要200块钱 大家都说荷包又要缩水了 新鲜蔬菜加上肉片豆皮火锅料 大火熬煮逼出沙茶香气 知名小火锅三妈臭臭锅 以后想吃得多掏20元 店家公告10月1号起 火锅品项调涨20元 以北部为例 招牌大厂臭臭锅 每锅涨到160元 切红番茄锅最贵一锅要200元 可是160会让我觉得接近200块 就考虑不太想吃 这很显然不合理 我可能就不会吃了吧 我们的薪水跟房价 都已经是不成正比了 现在的执政党问人是谁 你们没有真心去解决这个问题 三妈臭臭锅业者回应 因为原物料成本例如蛋蔬菜类 持续上升 为了顾及锅物品质 因此调涨 网友直呼 19年前只要80元 当年90元撑很久 料还比较多 但涨价的不止一家 大户过瘾 今年8月才调涨10元 前都涮涮锅去年11月 才调涨10块钱 民众感叹 评价百元小火锅回不去了 当然有网友激推 小火锅六扇门 说CP值高 直今美锅约150到290元 料多丰富 还有自助吧 包含爆米花卤肉饭 多种冷热饮 王子面堆满墙 还能来一只冰淇淋 网友直呼200元左右 白饭王子面吃到饱 还有自助CP值很高了 光冰淇淋爆米花咖啡 那些杂七杂八的就够本了 但原物料成本节节攀升 多家业者是咬牙苦撑 恐怕回不去以往评价年代 这里相向于台北新北市采访报道 摸乳像装设了投射灯 有民众说怪怪的 摸乳像走一遭 两人面对面胸贴胸 优客笑得好尴尬 但有人发现 这古色古香的红砖小巷摸乳像 怎么走位了 抬头一望 一线天断线 现代感的投射灯 遮住一大半 200公尺长的摸乳像 一共换了六盏灯 民众怎么看 怎么怪 看起来就很奇怪 然后其实 如果投射灯应该是光线太亮 然后不适合这种 这么幽静的一条巷子 原来过去照明灯是复古造型 符合鹿港老街的氛围 但随着时间过去灯架秀时 全新更换改为现代投射灯 不仅不搭嘎还遮住天空景色 游客觉得可惜 但听听当地人心声 不只游客包括当地居民也会走 复古灯具相对光线不足 弯间通行有安全疑虑 加上摸乳像并非古迹 没有理由不更换 实际使用与城市美感 恐怕难以两全 记者陈胜伟 陈黄若彭馨 张华报导 有网友在某间商场发现 两指灭火器罩 好 外观看起来非常的时尚 但是他想问大家是这样子合法吗 好 您可以看到这个灭火器罩呢 是被大牛皮纸袋罩着 上头写着灭火器三个字 好 当然贴文一出 有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说 至少这个袋子应该要是红色的吧 还要来看到呢 这是在嘉义县的帆路乡 26号发生了惊险的意外 当时一辆直行 还有要左转的轿车 在路口正面对撞 疑似车速过快猛烈撞击 结果其中有一辆白色的轿车 喷向路边朝商 路口监视器拍下一辆白色轿车 往前开 对向一辆银色轿车 车头却往左偏 两车都没停 瞬间撞上 奉一声车头对撞 白车失控冲上超商 撞击力道实在太大 瞬间转了一大圈 整辆车翻步在超商前 几秒后驾驶从车内爬出来 看到眼前景象简直快吓傻 往后一下修容 往外看 这飞翼的虾都过来了 我这边都破掉了就对 是的 我怕你 仿佛路口两辆车大对决 惊险对撞又翻车 事发在嘉义县翻路乡 26号下午一点多 两辆车车速似乎都不慢 对撞后白车 喷到超商 转了一圈翻车 挡风玻璃全碎 车体扭曲 银色轿车 车头几乎全毁 左侧严重凹陷 两车对撞 波及超商 一大面玻璃门碎光光 玻璃掉满地 我发现有两名三者 三者军 意识清楚 身体有多处 轻微擦伤 执行和转弯 是没良好距离 还是没注意耗制 酿成恐怖对撞 还好两名驾驶都是轻伤 肇事主因 还有待警方理性 记者豪国文 陈南山嘉义 采访报道 全天候 现在都是使用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磁铝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们的快点购